你看 所以说 我跟大家讲 拉球啊 其实从大的动作框架 大家都差不多 你打两年的 可能跟打二十年的 你放在一块 他俩动作都差不多 都会用腿用腰 用前臂用手腕 对吧 但是细节做的是不一样的 节奏感 流畅感 你一看你就知道 谁是打了两年 谁是打了二十年 这个没问题吧 对 他每项技术里面 包含着太多太多的细节了 今天你就 大家看 我只是给你们要讲一重心转换 你看咱们扒出了多少细节 而且这才是一小部分 还有很多细节点 正面感受一下 对 来大家看一下 咱们正面的拉球 正面的拉的整个 脚下 大家其实看见 已经看明白了 腹腿是干嘛的 腹腿是承接 你右边发出来 蹬的力量和转要的力量 最后这力量 到这边 把它撑住 撑住是什么意思 撑住是别让它往下压 是把这力量给它撑住 然后撑完以后 它身体会有一个回弹的惯性 你的还原就是利用着 撑住以后 左腿这个回弹过来 这个惯性去带动你身体去还原 你就不用使那么大劲还原了 这给大家听一下 你看正常的话 拉到这 我还得使劲回来 那你想 你拉去 拉的时候使劲 回来使劲 拉的时候使劲 回来使劲 你一直在使劲 你没有使 你整个身体就没有爆发那一下的 你就一直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放松 是不是 那我们如果说利用它 当撑住以后 往回弹的这一下的力量 作为一个还原的 借力 哎 顺着不就回来了 顺着就回来了 来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这种感觉 你看我拉球 是不是该让我说的这种感觉 对吧 你看 我拉完以后 我借着这个力量 然后我的第一项是干嘛呢 我的第一项是干嘛呢 我把这个 我把整个人啊 是往右胯里面去收 他不是 他不是转腰 他也不是往下压 他是往右胯去收 因为你右胯收了以后 你看我的腰自然就转过来了 然后呢 我的力量就到了大腿根部这块 大腿根部这块 我在腿往下压 你看 我的力量 是不是 力量点又回到了前脚掌了 有没有这种感觉 你看我一收胯 一压这个腿 我的力量又到前脚掌了 那我这个手跟着身体回来以后 我是不是又需上力了 这不就是连续进攻的第二板吗 你看拉完 一收 手很放松的 带着就照这了 空间有了吧 对吧 手是松的吧 脚踩住了 腿续上力了 那不就下一板了吗 但一撑住 又一个关系回来了 这不就是连续拉吗 你看 他既有来回的惯性 回来这一下 我又能很简洁的续上力 那你越简洁的续上力 你的下一板 给你下一板连续的时间就越多 那你时间多了 就相当于 人给你喂着 你这么看着球拉 你肯定感觉好拉 如果你老感觉球 哎呦 贼老快了去打的话 你肯定是拉不好的 因为你都没有时间蓄力 你都看不清球 兄弟们 大家能听明白吗 兄弟们 大家听明白 咱们空空一 谢谢你 谢谢 you